關於高姓被告等人詐領助理廢議案 夾官偵查終結 認為高姓被告與市民助理 均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務罪 及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依法提起公訴 高姓被告身為立法委員 理應將立法院編列之公費助理經費 用以致應助理薪資及加班費 而不得挪作他用 且即每個月 令領有立法院撥付之問證費用 7萬余元可供運用 敬畏將問證費用用於辦公室支出 且其致使無意將全數助理經費 給予其聘用之助理 反而要求四位助理 配合以虛報、不報、總額報滿的不實方式 向立法院請領助理薪資 至每個月上限42萬余元 加班費上限8萬余元 扣除真正實際要給助理的 約定薪資及獎金之後 要求助理將多報的差額繳回 與助理配合繳回後 將款項供其個人自行運用或挪為施用 夾官認為被告以此方式詐領之不法所得 總計金額為46萬030元 而涉犯貪污制罪條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務罪 及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行 本案量刑意見說明如下 夾官建勤法院審酌 高姓被告擁有傲人的學歷經歷 每月領有立委薪資19萬余元 及問證費用7萬余元 個人財力豐厚 竟分毫不用上開問證費用 反而壓榨其下屬助理 配合共同虛報或福報助理薪資 及加班費 向立法院榨取人事費 留用於委員辦公室及其私人支出 高姓被告公私不分貪圖小利 為支應其他開銷 而操控助理薪資 榨取助理費 且犯後態度不佳 又謝則給助理 請法院妥語量刑 並宣告指奪公權